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3号星期四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日前新州政府表示将允许海外留学生提前进入新州 同时将在悉尼建造特殊住房用于隔离检疫 新州财长佩洛特表示 第一批学生预计很快即可抵达 并且希望在今年第二学期开学 或者8月份左右引导学生回到教室 近期澳洲联邦政府表示 要优先考虑接回滞留海外的澳洲公民 并且澳洲边境将会持续关闭 鉴于此 佩洛特表示 教育工作的恢复也是至关重要 教育行业每年对新州经济的贡献达到140亿澳币 该项决议无论是否得到联邦政府支持 新州政府都将继续进行 据悉 悉尼停车罚款已回升至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预计到本财年结束将开出120万张罚单 去年6月到今年3月 近87万名司机 因为超时停车被罚款 大多数是在悉尼市中心开出 但是今年3月 新州政府开出了近10.1万张违章停车罚单 罚款金额达到1689万澳币 莫里森政府宣布 今年将从美国制药巨头莫德纳公司 采购1000万支疫苗 2022年将向其采购1500万支加强疫苗 据了解这批疫苗将帮助澳洲政府弥补本地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带来的缺口 莫德纳没有具体说明何时交付2021年的1000万剂疫苗 但其表示将很快向澳洲药品局提交监管批准申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